新加坡,一个在吃到365天多夏天的热带国家 出预料,这么圆热的地方 人们却还是很疯狂的爱吃火锅 这期介绍的沙布赛,日式碩碩肉自助火锅 在新加坡是有很多分行 但是每一家,什么时候都是排长龙 餐嘴豪特地在周一拿假期,也过了午餐时间 差不多2点来吃 结果也是排了差不多40分钟的队伍 很奇怪,大家就好像为了吃火锅,不用做工那样 但过后看了自助餐的价格 也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周日的午餐过来吃 因为真的是超划算 除了一些顶级的肉类之外 那猪肉跟鸡肉根本是在午餐的70分钟内是无限的提供的 那汤头方面也是有一些的选择 那很多的食客都推荐这个tongkosu 豚骨汤 那个人觉得spicy汤也是超好喝的 而酱汁方面 我是觉得那个花生酱是最好吃的了 其余的那个ponzu跟suyu 其实都是酱油 真的是很咸 相信吃了应该会掉很多头发 那基本上这里的火锅材料都很新鲜 那sosso肉呢也切得超薄的 如果你把几片的这个豚骨汤烫过的sosso肉 沾上花生酱 大大口的一起吃 感觉 真是太棒了 火锅了 烤卸的 液体 吹个 瓶子 的 中文字幕——YK 基于这样的价格和不错的服务 也不奇怪 这里常年都是排长龙 那餐醉好本身真的也是很喜欢吃 很想再拿假期再来吃过 那这期的介绍不长 就在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那另外要说的是 餐醉好的影片都是没有商业成分 推荐都是个人觉得好吃的食物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而不喜欢的话是可以留言告知 那谢谢大家的谅解 我们下回再见